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机动市政府官销处在机动市议会临时会中 报告城市博览会的整体效益 总共吸引了101万人次参访 市议员有肯定也有检讨 外围的游客来我们很开心 可是在地的居民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光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可能就要塞个一个半小时的车 然后又受到整个停车空间的一个影响 被外地的游客来做一个占用 其实对大家来讲 其实虽然说我们有支持 但是相较之下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批评存在 所以希望说政府在未来 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 我们能够有更缜密 更细心的一个思考 有很多的展点 是不是能够持续维持下去 好比说三年五年 还是这三年五年过了以后 那我们市政府就必须要花非常大的 这个成本再去维护它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这个租名美术馆 他的作品 这个租名大师的作品 有没有延续的 在基隆 在让基隆市的民众 包括外界市民众 能够来看到 我想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我们不希望说是烟火式的 不希望说是谈话一切 我们希望说能够再继续延续 而基隆市长林又昌达巡时 更强调陈伯会展现基隆未来发展的愿景 甚至是起点成功举办的陈伯会 已经立下一个基隆障碍 陈伯会不是他个人的毕业典礼 请不要贴标签 我们在相关的策展的内容的论述 还有深度 还有所呈现出来的相关的一个效果跟内容 我相信是到目前为止 也是这近年以来 大概各个城市在举办 包括设计展的相关的活动 也从来没有看到 有这么深的一个深度 或者是有包括它的一个广度 所以我刚刚在讲 我们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 其实是立下了一个基隆障碍 那这个并不是我个人的毕业典礼 我必须在这边再一次重申 不要贴我这个标签 为什么 城市博览会本来是去年十月份要办的 我不会在去年十月就毕业 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城市博览会去 呈现出 基隆城市发展的一个愿景 可能性 它也是基隆未来城市发展一个新的起点 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一直在谈 基隆这个城市所处在的一个处境 跟它的一个状态 我们旁边是台北 新北 桃源 每一个都是这家市 每一个都是台湾现在的 城市资源里面最丰富的 那在北北基陶首都圈 甚至包括新竹市的这个狼带里面 基隆市应该算是能力资源各方面条件 最不如人 但我一直在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市民信心 也就是当我们是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能够翻转这个城市的命运 而这一次城市博览会所带给 这个城市最大的效益 也就是在这边 也就是让我们基隆市民看到说 未来基隆市有可能性的 而这个可能性不是用嘴巴讲 而是它实际上是可以被实现出来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也依据议员们的质询建议 做成决议 要求基隆市政府要检讨改进 陈博会的缺失 第一项结论 陈博会对于本市 环港区及大历史场景的建设 有出具规模 事务应在此基础之下 听取本会的建议 对已完成的设施 应做好维护管理工作 对未完成者 应积极继续完成 以作为基隆未来城市再造的延伸 结论二 本次陈博会多项设施 还没有完成 尚有部分工程师作中 是活动效益未如预期 市府而后办理大型活动时 以及早规划作业 结论三 市府应善加利用陈博会展示之设施成果 不可因展期展览的期间结束以后就置之不顾 同时需招援新团队进驻场馆 以公共空间 继续展测各式的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和交通处 在基隆市议会临时会中报告 全长约16.5公里 总经费需要425亿元 沿线设置13个站的 基隆捷运TOD计划 最新场站规划示意图 以及进度 中央负担七成经费 基隆市则必须分担17.7亿元 大概要17亿 那我们基隆市的这种财政 会不会抬挤到其他建设预算 你到底现在的经货的负担 确定了没有 你等一下答复本席一下 确定了没有 还有未来的整个沿途的产值 那个都发处 我们要多久计划能够实施 这个是在121年的时候 能够新建完工 也就是到现在 从现在开始算 大概10年的时间 那一年基隆市政府 要提拨1.77亿的 这样的一个经费 我想对于基隆市政府的 财政负担上面来讲 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第一次定期会 第八次定期会 在审查明年度的预算当中 就会看得到 有关我们捷运相关的预算 这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就证明 基隆市所谓现在 争取到的这个基隆捷运 苏政策院长所说出来这些话 已经要来实施 那是否未来如果说有亏损的话 那到底我们的财政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负担 基隆市长林又昌强调 比起以前市政府规划延伸到基隆的捷运 基隆市政府动辄必须负担200亿到360亿元 现在定案的基隆捷运在他努力下 基隆市政府只需要负担17.7亿元 才变得真正可行 困难然后过去一直做不到的事情 那这个大家对市长很期待 不过大家也知道很难 但这七年多的时间 大概基隆市过去累积一二十年来 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林又昌市长都一一的突破 然后一一的做到 包括这一条基隆捷运也一样 各位资深的议员 如果还这个印象还记得 在前朝的时候规划的基隆的轻轨捷运 总经费是500亿起跳 然后最高要到900亿 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财务的一个预算 基隆市政府必须至少负担40% 也就是基隆市必须负担至少200亿到360亿 所以刚刚各位一座有在提到预算的问题 17亿 那这是我在我的任内大力的推动基隆捷运 同时也将基隆市的捷运的建设的负担 大幅的一个下降 也才让这个捷运的建设 真正变得可信 不只工程经费问题 议员很关心 基隆市境内沿线将设置 北五堵 百福 六堵 七堵 以及八堵等五个站 如何透过站点新建 重新规划周边交通 以及车站和环境 甚至未来是否延伸到基隆 议员们也很关心 整体的国家利益来讲 整体这个狼带的发展来讲 我不见 我认为它不见得是有利益的 因为它真的隔的实在太短 而且它对于通勤族来讲 是没有任何的效益的 我觉得真的是要务实去做 所以基本上给两期的起民都说 就像我常常讲的一个打游是说 捷运规划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周而复始变来变去 还是原地踏步 捷运的第一阶段 在八堵站是 等于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首站 从若从基隆这个头 往台北去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算是首站 那借由这个 我们希望是借由这个 大型的这个重大建设 来整个让我们地方 有一个重新活化 跟这个土地重新被盘点的一个可能 就是说再生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概念 我们现在在目前的文字报告里面 当然还看不出来 但是我只担心一件事情 它到最后变成 如果都在进入到一个 草地皮的梦业 这个再生 它其实很容易会变成 我们现在在医疗上讲的 谢祖总的组织增生 将这个区段先做好 让所有的基隆市民也安心 也对于我们的分层地下化 一直到不到一公里 到基隆车站的这一个区段 能够有效的一个做规划 那我希望市长也可以给我们一个 明确的答案 未来是否延伸到基隆市中心 我们南龙路沿线 就可以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 实质都市更新的方式 把过去比较没有规划好的地方 或是红灯区等等 一并做整理跟规划 所以我对这个捷运是非常看好 以及肯定的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除了捷运作为一个TOD的引擎之外 你旁边的公共设施 例如说我们的大众运输 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嫁接 大家现在只会以现在的一个 时空来做环境的一个思考 因为我每天要通勤到台北 所以这个捷运可能会让我 必须有转成的一个需求 有转成的一个必要 但是未来如果当这一些工作 在这些园区里面 新市政的开发完毕业之后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相关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甚至他未来不用到台北 假如说没有在本地的 充分的这个暂停的周边的说明的话 将来你在施工上 可能会遭到一些市民的一些的阻碍 或者不谅解 林又昌也表示 目前基隆捷运已经进入综合规划阶段 都在处理包括主管机关 全责厘清营运机构如何组成 未来基隆捷运资产如何计算分配等事项 预定今年底明年初左右完成 报布报怨进行核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台湾农珠美名的基隆雨是全国著名光景点 为了保护岛上的生态环境 每年仅4月到10月开放 每日更限制1200人登岛 为了提供游客更好的游戏体验并增加可看性 就用市政府争取中央经费进行修缮 首先在滨海步道部分 利用工程技术全面改造为友善的环境 让行动较不便的游客也能近距离欣赏到基隆雨延安美景 在没有破坏原来地形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做了几个设计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过去上上下下很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步道呢 我们把它用工程的手法把它拉平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比较危险转弯的地方 可能游客会衰弱的地方我们也做了设计了有百合图像的栏杆 第三个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地形呢 我们以非常低调的融入地景的概念去做了遮蔽的这样的遮阴的设施 我们是以这个木头的材质 那同时呢用融入在地的这个颜色去做一个设计 所以这几个呢大概也是游客上了这个基隆雨后非常经验的设计 最后就是在端点的地方 我们这一次特别做了一个平台 所以游客只要走到这个地方呢 就知道说端点到了 不会再继续往前走 同时那个平台是比较大的平台 那在这个地方呢游客同样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拍照打卡 或者是在这里稍微住足休息的地方 岛上的指标设施更跳脱传统 运用在地食材堆叠加上QR Code 智慧导览 完全融入地景环境 让登岛游客大为经验 在指标系统上还有关于岛屿的介绍 我们也特别运用了在地的材质 包括有很多的石块 这些石块我们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 我们运用在地的材料 然后去做成这个指标系统 那我们也用很简单的指示的标志 让这一个游客知道整个指示的距离跟方向 同时呢只要是一扫QR Code 就会连接到我们的基隆旅游网 然后了解这些相关的生态的资料 还有这个岛屿的一些旅游的资料等等 根据金融市这种观众及城市行销处方面的统计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到目前为止 基隆与登岛人数已经突破2万人 还有3万多人完成预约 观消数方面呼吁民众 登岛前先完成预约 登岛后则能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让这座宛如海外仙山的基隆与 拥抱美丽风貌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 海面上出现大型的漂浮物 上面插满了旗帜 带团出海的潜水教练惊呆了 看到海上插满旗帜 就很特别说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海费 怎么会插满旗帜 结果船一开过去之后发现 哇下面整个都是渔网 就是很多海漂垃圾 经过日子久了之后 就全部都集在一起 我刚刚早上看到的 就差不多12公尺的平方公尺 全部通通是整个海费全部集在一起 仔细看插满旗帜的海洋废弃物 有保利笼 废弃渔网 塑胶等各种垃圾 远远的看就像是中原普渡的贡品 这些海飞垃圾出现在基隆外海 潜水教练王明祥结合了海科馆 胜服产发出人员 花了一整天时间搭乘方舟一号出任务 将大批的海飞垃圾拖回八斗子渔港 在今天在拖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个数量实在太庞大了 我们只是一艘小船 所以其实要断线断三次 在海中断线断三次 因为我们必须要跟流队抗这样子 那最后终于在涨潮的时候呢 再把它拖回来 那就是可以免除一些海上航行的 一个意外的事故发生 因为毕竟我们的船常常在在海湾 做环境检测的时候 罗奖也常常被海漂物所卷到 差一点故障 那所有的船都有这些 都很担心这个事情 然后这些如果不拉进来赶快处理的话 在海上乌气骂嗨的 只要船上开快一点 你不小心就跑上去了 整个船就不能动了 这会影响到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船的安全 而且这边东飘西飘 已经飘这么久了 真的希望政府赶快把它处理掉 这也是方舟一号六月起航后 首次参与清理海飞任务 由于海飞垃圾无所不在 为了避免船只夜航碰撞 这次也放置了小海豚GPS发射器 方便追踪海飞漂流的位置 那其实这次有发挥到这个 海上定位的这个功能 就是有放这个GPS 那所以即便我们马上没有立即处理 其实GPS是可以追踪到它目前漂流到哪里 甚至是打开这个GPS 渔船在开启这个GPS的系统的时候 也是可以扫描到说 近岸这里有一座讯号要注意 也许是船只 也许是位置船型的漂流物 那也可以提出警讯让渔船可以知道 出动大型的机具将海飞垃圾吊上岸 初步估计超过1.5吨 美丽的海洋出现这么多大型 海飞垃圾 让人相当惊讶 也呼吁民众一起爱护海洋 让海洋资源能够永续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在台湾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它见证了民族的唾肯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鸣与智慧 传承了民意的多元与优美 提供了族群的融合与方向 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原纪黄姓族谱 隆重登场 海面上发现逆水者 消防队员出动 遥控救生圈前往救援 顺利将逆水者拉上岸 这台遥控救生圈 可以双向行驶 垂直翻转 救援速度每秒最快 可以达到6公尺 它的最主要就是 迅速抵达逆水者的现场 那当然如果结合 空拍的状况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做一些 远距离的救援 因为它的遥控有400米 所以在整个的救援上面来说 以速度取胜 那当然它的速度 比一般人游泳 都还要快上10倍以上 所以我想在整个救援来讲 它可以争取快速的时间 然后也可以将人救回来 基隆市第一台遥控救生圈 由国际福人社3522地区 及台北护卫福人社 共同捐赠给基隆市消防局 希望能够提升基隆水域的救援战力 基隆的水域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东西 这张设备能够让所有消防地区 在水上救难的时候更有信心 所以最主要强调是 它可以人不用下水 让机器下水 然后去救到人 反航的时候只要一键 它就自己回来了 速度很快 机动性高 这项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设备 带给消防局的弟兄更有力的帮助 因为这个遥控型的救生圈 它本身的机动性非常强 那我们只要 而且它重量很轻 那只要有发生救援的案件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同仁 它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救生圈拿到现场 那抛入水中以后呢 利用遥控就可以让这个救生圈呢 到那个被抢救者的一个身边呢 抓住这个救生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遥控 再把那个被救者呢 把它救回到岸边 消防局获赠救灾利器的 还有这一台四轮驱动的帮普消防车 由国际福人社3490地区 正式捐给消防局 搭配移动式的消防帮普 重量轻体积小可以单人搬动 这台上面就 这个台系统上面 我们有配置到 全国第一台最大的一个 细水物量的一个设备 来自于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一个设备 那么是由汽油引擎来驱动 同时我们上面直接就备有了水箱 我们到现场不用等到消防队的车子 消防车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 先前的灭火 同时我们上面配置了 One 7的一个设备 以及能够很快的来处理 这台消防车的优点 可以使用最少的水量 进行最有效的物化喷射 实现高灭火的效能 因为机动性高 能够快速穿梭在巷弄 抵达火灾现场 我们的陈局长龙慧兄 他是我们福人社的受奖学生 很优秀的受奖学生 当他告诉我们福人社 社区有这个需求 需要这辆攀补的消防车的时候 我们福人社结合力量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消防局能够保障我们的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我们福人社是采取行动的人 希望能够让我们世界都能够很和平 那这台车呢 它是高压的一个细水务 四轮驱动的一个小胖部车 那其实这台车呢 它的效力很强 因为它有结合胖部系统 还有结合1.7系统 那它需求的 抢救的时候需求的水量不多 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呢 可以透过1.7系统呢 还有这个高压的一个细水务 来达到灭火的一个功效 那因为这个一般在使用在我们基隆市呢 是因为是三波体比较多 所以它这台车子不会大 那对我们的一个抢救 向道的一个功能性呢 是非常强 那其他像那个油盘的灭火 或是其他油性的火灾 建筑物的火灾等等 都非常好用 消防局获得民间捐赠两件 救灾救难器材 强调会妥善利用 来确保基隆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导 民众搭船抵达基隆雨 要登上基隆雨灯塔 沿着登山步道登顶 对体力来说可是一大挑战 要一边爬一边水要喝啊 登高望远欣赏无敌海景 离开前别忘了来个大合照 另一条滨海步道 沿线海景更是美不胜收 过去滨海步道因为老旧毁坏 金融市政府去年向观光局争取经费补助 进行全线修缮 近日终于完工 开放民众体验 因为这一个滨海步道过去是用混泥土的材质 所以它很容易就翠裂 游客上岛以后踩到就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跌倒衰落 所以我们在整个登顶的步道 这个木栈道完成之后 我们进行了滨海步道的整修 那这一阶段呢 我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 设计规划施工 那到今年的7月1号 我们就让它要完工 所以我们也从7月10号开始 来做一个开放 然后让我们的游客有多一个 这个滨海步道的游程的选择 新的步道走起来相当的舒适平坦 走累了一旁还有新色的景观平台 让民众遮阴坐下来休息 前方就有无敌海景 你们针对这个新的措施凉亭啊 然后觉得感觉如何 很漂亮 很漂亮 有没有很凉 有舒服吗 舒服吗 在步道的旁边 我们有设置了几个地方的 这一个休息平台 那这个休息平台呢 我们是用一个也是 比较是木头的材质 那同时呢 也融入地景的概念 用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 让它 就是在这个整个步道的旁边 让游客 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要修缮之前 也跟我们的游客做了一些调查 其实这一段的步道的海边的风景 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徐徐的清风吹过来 其实走过去是很舒服 同时可以看海景的 唯一的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太阳大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都急着要把它走完 太阳太大 那因为步道也比较长 所以呢 有一些年纪大的游客呢 他就会有反映一个心声 就是说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 能够驻足来观赏海景 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搭船出游行程夯 民众抢着暑假出游 金融与登岛 每日虽然有1200人数上线 但游客依旧报名踊跃 从4月1号统计到7月初 那大概登岛的人数有18300多人 那我们目前知道的预约的状况 到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预约 人数已经有2万 还有28000多人在线上等待的 预约的状况 也就是未来的登岛 还有28000多人是要登岛的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这两天 步道开放以后也增加了这个游城 所以人数是比较多一点 碧海蓝天一望无际的海景 还可以登顶眺望远处的归山道 或者沿着滨海步道悠闲散步 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美景 疫情趋缓 国律也要开始拼经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 百年中原代代相傳 國家第一號無形文化資產 基隆中原紀 黃信主譜隆重登場